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這次IS在很多地方發布恐怖攻擊 也引發國際的注目 那麼這次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言論 說大家一起來譴責暴力 那美國總統歐巴馬特別點名 說在亞洲當中 我們台灣也是非常好反恐的夥伴之一 但是我們要問歐巴馬為什麼不點名中國 卻點名我們台灣 是不是因為中國一直以來 針對這一次整個IS的恐怖攻擊當中 一直沒講話 明明中國的人質在IS的影片當中 被斬首不是嗎 那難道中國永遠要當這個隱形人 永遠不說話嗎 還是他們很care 很擔心 擔心是不是因此被IS給報復呢 今天多位來賓 資深媒體也歡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胡孝辰 大家好 國際情形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醫師史覺者歡迎邱建宜 大家好 大家好 美女共同者歡迎康元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帶你來看到歐巴馬點名 台灣 但是中國卻一直都不敢講 美國總統歐巴馬出席東協峰會 在記者會上談到反恐問題 而他特別點名 對抗伊斯蘭國的亞太夥伴當中 包括了台灣 我的時間也有機會 在亞太夥伴當中 我們聯盟對抗伊斯蘭國的聯盟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馬來西亞 新西蘭 新加坡 南韓 台湾 歐巴馬表示 過去一年多來 美國成立對抗伊斯蘭國聯盟 已經有65個國家參與 但是因為國際都聚焦在美國的主導上 使得許多友邦的貢獻遭到了忽略 雖然許多亞洲朋友成了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當中不少國家也是和美國站在一起的反恐夥伴 當歐巴馬點名台灣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覺得滿驕傲的 又成為世界亮點之一 不過我認為歐巴馬一定有他背後的目的在 對 我們是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憂慮 兩個都要擔心嗎 對 因為我們所謂的憂慮就是說 歐巴馬真的有把我們當成盟國嗎 大問號 對 這是一個大問號 如果真的把我們當成盟國的話 那對我們台灣我們所需要的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你都應該要供應呢 沒有 然後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優利要多一點呢 是 因為美國 你不要忘了從1991年到現在 二三十年來 美國的反恐是越反越恐 是 是越來越恐怖 很多混亂他自己造成的 對 那也就是說 美國在所謂的領導他自己所謂的同盟國去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時候 是不是越反越恐 恐怖主義越來越壯大 你看他先培養一個蓋達組織賓拉登 去攻擊俄羅斯 結果賓拉登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義組織來攻擊美國跟歐洲國家 第二個他培養2006年培養伊斯蘭國的這支軍隊 就是他培養出來的 對 培養這支軍隊要去推翻敘利亞政府 結果呢現在變成 壯大啦 對 大部分的土地好 美國跟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 他們在二次大戰以前 他們去殖民中東這個地區 他們有這個地緣政治 有帝國主義 有地緣戰略 有地緣政治的這些利益去殖民中東國家 他們引起中東跟他們的仇恨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反殖民運動興起 美國也捲到裡面去 然後去對祭遇中東地區人的石油 天然氣 還有地緣戰略 地緣政治的利益 剝奪然後剝削 不讓人家去發展 然後造成了這些國家跟歐美國家的仇視跟對抗 打到後來都沒有好處啦 好 所以他們本身對中東地區的人是一種傷害 然後造成很多的恐怖主義的溫床 在那個地方發展 發展起來以後呢 好 美國一看 本來是拉一派去打一派 然後培養一個恐怖主義 去打擊他的敵人 結果越來越亂以後 然後從1991一直弄到現在25年來 美國根本就是一個失敗的反恐的領導者 老實說實話 我看到這個照片我很擔心 他點名我們台灣是點名我們 可是有沒有可能真的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台灣的101 就像被炸 我們會憂慮 所以這個就是我憂慮的地方 我為什麼會說憂慮呢 美國真的有一直提供台灣所有的反恐所需要的情報 沒有啊 如果有條件新聞一定會講 對 美國有真的培養說 例如說跟我們台灣的這個反恐單位 例如說我們行政院不是有反恐辦公室嗎 他真的有跟我們的安全局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聯邦 我們的調查局 真的有密切的合作 然後進行人員的培訓 然後聯合反恐演習嗎 都沒有啊 也都沒有 好 今天在公開的場合在吉隆坡 馬來西亞穆斯林多的地方 在吉隆坡那地方宣布說 我們在亞太地區反恐的夥伴裡面 最後有一個台灣 這個我們一聽 我們到底是該高興還是該憂慮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美國的敵人很多 美國在穆斯林的敵人很多 可是你美國現在把我們台灣拉進來裡面的時候 對我們到底有什麼好處 台灣要支持的是什麼 我們要支持的是現在聯合國的安理會 15個理事國 他們一致通過2249號決議 2249號決議也就是法國所提案的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一起來打擊伊斯蘭國打擊恐怖主義 那這樣的情形下是由全世界共同的 而且是安理會的決議有約束力 有拘束力 在資金 在人力 在物資裝備這個部分 我們都要打擊恐怖主義 台灣要加入的 台灣要支持的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那他為什麼不講中國 有目的嗎 所以他今天把台灣講進來的時候 因為中國大陸知道他絕對不能夠調入 美國跟歐盟他們所謂的反恐的這個陷阱 所以我們是誘餌而已 對 因為你看連俄國都自己反恐 對啊 美國 俄國就說 美國你來加入我 一起來反恐 那美國的意思是你來加入我一起反恐 可是大家都知道誰加入歐美去反恐誰就倒楣 你的意思就是說台灣只是誘餌 真正想誘出來去中國 那對啊 他要的去引 歐盟馬在想這個東西 引軍入歐嘛 如果說今天把台灣拉進來 那會不會造成中國大陸說 你是不是要搞兩個中國了 你是不是打台灣牌了 那是不是中國大陸說好 那我們是不是更積極的參加你美國為首的這個 所謂的那個打擊恐怖主義組織 但問題是我們強調美國跟英國打擊 或者美國跟歐盟打擊恐怖主義裡面 有非常多的利益的算盤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真的是打擊恐怖主義 意思就是把我們拉進來 把中國拉進來 他可以攤起很多的成本 他攤起他的成本 或者是說他今天要把中國大陸拉進去以後 變成中國大陸跟穆斯林之間變成對抗的 那台灣是不是也要變成跟穆斯林之間的對抗 他要轉嫁很多的細節給別人就對了 是的 但是我們台灣跟穆斯林的關係一直很好 台灣是一個在宗教融合最成功的地方 而且很多元化 對不對 我們是一個在宗教融合裡面最成功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國度裡面 沒有看到宗教的矛盾跟衝突 因此一般來講即使你看到那張圖 但是很少我們看到有極端的宗教主義者 把台灣當成他的主要敵人 可是他們會把美國人 會把法國人 會把德國人 會把英國人 德國人比較少 會把英國人當成他們的主要敵人 可是他們不會把我們台灣人 當成他們的主要敵人 所以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意思很明白了 也就是說 歐美國家為什麼會成為這些 極端的宗教主義的主要敵人 跟他們的外交政策 跟他們的在國際間為了自己的利益 拉一派打一派 操弄這個有關 台灣絕對在這個部分裡面 不能夠掉入以美國為首的這個反恐行動 我們的反恐要我們自己單獨的政策 我們要清楚該合作的合作 但是不要隨便的加入某一個聯盟 另外還來看 這一次我們都知道說發生恐怖攻擊之後 俄羅斯他出了很多的兵力轟炸IS 也轟炸這個敘利亞 不過事實上如果看到待會的資料 你會發現到 事實上以前俄羅斯在轟炸的時候 他其實轟炸的都不是IS 他轟炸的是所謂的反阿塞德政權的民兵 不過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的兵力挪了很多真的打IS 是不是俄羅斯他也發現到 他有一點被檢討 他真正的應該如此來攻打IS 有可能是這個壓力嗎 事實上過去我們在討論 就是說俄羅斯他們在派兵 去支援這個所謂敘利亞或什麼 是派甲的 對 我們曾經一度討論過 就是他其實就為了自己的政權 為了好像自己國家的發展 但是一瞬間突然好像覺得說 俄羅斯現在突然變成這個 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義使者 突然覺得瞎了對不對 因為俄羅斯講說我告訴大家 我們為了要支持反恐行動 四天轟炸了五百多次 就直接打這個IS 這幾天才這樣做的 對 結果後來現在被人家踢爆 你知道嗎 就踢爆他們說什麼 踢爆說你們雖然之前 現在講得很漂亮 可是你們之前所轟炸的那個對象 其實好像不是IS 這個圖形看得滿明顯的 沒錯 就是說紅色的地方 就是所謂反阿塞德政府的民兵 灰色的地方 就是IS在你的地方 那意思就是以前都炸的 都是反政府民兵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ISW 就是美國智庫他們所公佈的一個 一個資料顯示 你可以看到這一塊地方 基本上是IS他們所控制的這個區域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其實都是這個 俄羅斯他們之前在轟炸的時候 有一些是用比如說像這個 他們是用這個所謂薰衣飛彈什麼的 去打的那個弱點 你可以看到弱點在哪裡 基本上都沒有在這個所謂IS 他們所控制的範圍裡面 而這些地方是什麼你知道 是反政府軍他們的這個所在地 所以呢 突然發現到講說 你現在俄羅斯講得很大聲 雖然這邊看起來有一些這個 所謂你們轟炸的這個位置 在另外的這一邊 可是你就會發現到說 你什麼時候從你的攻擊點 從攻擊反政府軍 跑到了去攻擊這個 所謂IS的這個據點裡面去 就是因為在之前 我們不是講說一架俄羅斯的這個客機 在西奈半島的時候被人家打下來嗎 造成這個兩百多名的這個乘客死亡 那就是說 原來你是因為客機遭到恐怖攻擊擊落之後 你才開始去攻擊這些所謂的根據地 你看這灰色的地方 是IS他們現在佔的地方 所以這幾天才發生這個地方的戰略 沒有錯 所以以前都在那個地方 好虛情假意耶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他會覺得說 我最少我已經開始發動攻擊 這幾天才改的啊 所以文宣一定要做得很清楚 所以根據俄羅斯廣播他們所公布的這個資料 說我們四天轟炸了522次啊 而且你知道他還公布了影片你知道嗎 說我們打了100發以上的這個巡弋飛彈 擊斃了將近IS超過6000人左右 他們會因此而轉向嗎 他講是這樣講嘛 你知道而且他們公布了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的 都是他們所公布的那些影片你知道嗎 除了有這個離海艦隊所發射這個巡弋飛彈之外 甚至連什麼 連我們現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他們原先的這個長程的戰略轟炸機呢 全部都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有沒有 這個就是離海艦隊裡面所發射的這個巡弋飛彈 全部都講說我們都去打IS了 那事實上包含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逆火式的這個轟炸機 這一次俄羅斯也拿出來做宣傳你知道嗎 逆火式的轟炸機啊 沒有錯 那這個TU-22M3的這個轟炸機呢 其實在冷戰時期的時候 針對美國的航艦所研發出來了 那這個轟炸機本身它有兩個發動機 那整個這個飛機的坐艙裡面有四個成員 但是整個飛機的中間 你有沒有看到壓機身的這個部分 都裝子彈的意思啦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彈艙 所以它可以裝傳統式的這個所謂的炸彈 也可以裝這個所謂的核彈 那也可以裝他們所謂的戰略的武器 那原先我們剛剛講說 它其實在這個所謂冷戰時期的時候 要針對美國的這個艦隊來嘛 那結果他們發現到說不對啊 你這IS這樣子搞得我們這個客機被打下來 大家都覺得說你如果俄羅斯打的對象 還不是這個IS 還是打這個反政府軍 還在支持這個阿塞德 那不是很瞎嗎 是啊 所以這一次你看 他們這個俄羅斯他們就公布了一些的畫面 告訴他們 我剛剛講說你看 它中間其實可以裝這所謂的戰略性的武器 他就說好 我們現在把它換成了攻擊IS的這個神器 所以神器就是說 它直接飛到這上面 然後把這個自由落體的炸彈丟下來 然後精準打擊這個IS的這個目標 所以現在俄羅斯也在做這樣的一個國際宣傳 可是說真的 你也是 就像您剛剛講的嘛 那也這幾天才回來 太矯情了吧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講 你有做總比沒做好 不然你這時候如果還在打這個反政府軍的話 大家總會覺得說 其實你俄羅斯到底有沒有搞清楚真正方向在哪裡 也就跟你有沒有思考過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當然第一個 他必須要在國際上面讓人家覺得說 他現在出兵還是出兵有嗎 趕緊來幫自己粉飾一下 粉飾是一回事 因為他其實俄羅斯要粉飾這個 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普丁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在媒體上面展現自己的嘛 可是問題是呢 你如果軍事行動 你如果你不把這個目標轉過去的時候 國際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大家現在的重點都是IS裡面 尤其像法國巴黎也才剛發生這個恐怖攻擊的這個爆炸案 結果你的整個出兵的目標 如果都還沒有辦法把這個方向給轉過來的話 那俄羅斯他在這個部分一定會遭受到更大的批評 尤其你自己的航空器也被人家給擊落的狀態之下 所以我認為普丁在這時候做了這樣的決定 就是說俄羅斯從這個客機被攻擊之後 我把這個方向給轉過來 他也可以維持他繼續出兵的正當性 那如果IS到今天做正當的 他也可以在國際上跟大家講說 你看我們俄羅斯也盡了一己之力 那未來在敘利亞這個地方 他還是可以胡作非為嗎 這一次在整個法國巴黎的恐怖攻擊當中 我們知道說法國警方鎖定的這棟公寓 他要去到阿巴伍德 那如果說您記得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曾經講過說 這一隻柴油軍拳 因此捐軀 為正義而捐軀 網路上面很多人為他來吊念 那現在俄羅斯又做了一個奇招 他說這隻狗再見了 沒關係我送你另外一隻 細出迷門在俄羅斯訓練的軍拳 再送給法國 俄羅斯好想玩這種招數耶 對那迪塞爾當然在上一次的時候 就是三次恐攻的時候 他不幸殉職 那殉職的話呢 當然法國的很多軍警 包括一些人民 對他有沒有給予最高的一個敬意獎 那俄羅斯現在目前送的是一個比利時的牧羊犬 不同品種 全種不一樣 對然後呢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多布雷亞 那多布雷亞是什麼呢 這個是俄國 在過去的時候 在上古時期的時候 他們一個所謂的英雄人物 是斬妖龍的一個英雄之一 三大英雄之一 所以呢那這隻狗有沒有就送過來 那送過來之後呢 各位看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蒙的很可愛 七歲 這個有辦法上戰場嗎 這狗不可能七歲 這應該是有問題才對 你知道因為這個是小狗 你說七個月大我還相信 七歲的話應該是有點老了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對這個外殿一直搞不太清楚 它送過來到底是七歲還是七個月大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翻譯上了問題 因為這個狗像目前看起來這個樣子的話 看起來像七個月大 七個月大的這個狗的話有沒有 那它未來的可塑性很強 為什麼 因為比利時牧羊犬的話 也是被訓練成為一個所謂的軍犬或警犬的 這個所謂的犬種之一這樣 很好的犬種 它的浮容性很高 第二個它很勇敢 它也很符合有沒有 它給它取的名字叫做多布雷亞的這個一個目的 就是什麼 就代表力量 代表它的勇氣 代表它無私的一個精神 如今這隻狗有沒有 已經要準備要送到這邊來 送到這個法國這邊來有沒有 我相信有沒有 大家 當然迪塞爾還是為了大家在心目中留下那個英勇的 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但是那個多布雷亞過來的話 我相信有沒有 大家也會覺得說 哇這狗有沒有 的確有沒有 能夠取代這個迪塞爾的這樣子 希望能夠繼承這樣的一個精神 不過要好幾年以後吧 不過這個也如果是法國警方的話 我其實蠻頭痛的 為什麼 這個是俄羅斯內政部送過來的狗 等於是國與國之間的正理 正正你過來之後 我這隻狗有沒有 萬一照顧了一個生病 後來就掛了 我跟你講那個知識體大 被言論譴責 我會被罵到死 而且另外的話 你說呢 你要不要讓它出公差 它總是要出吧 那出的時候萬一又去職 怎麼訓練怎麼辦 那就麻煩了 那各位在想說 到底在軍權跟警權 在對人類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一個關聯性 其實有沒有 俄羅斯今天會送這個 送這個狗到法國去 其來有志 為什麼 因為早期的時候 在早年的俄國 就已經跟狗 就訓練狗來作戰 對他們訓練狗很有名的 對 那為什麼 它會這樣子 來用狗來訓練作戰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以前二戰時期的時候 那個德軍 虎士坦克 很少在整個西伯利亞大草原的時候 當時就是讓那個俄軍有沒有 沒有辦法招架 沒有辦法招架 那它的戰車又來不及 那後來戰車在量產之前 它來不及生產的情況之下 它就怎麼樣 在想說用最有效又便宜的方法 就是在狗身上有沒有 綁著那個定時炸彈 就叫反坦克拳 叫反坦克拳 對 各位那個可能很多那個 愛狗會養狗人士 可能就覺得痛刺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毫無人道 沒錯我同意 在當時那個情況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他用狗綁炸彈變自殺炸彈客 因為在當時如果不用這種方式的話 是沒有辦法去阻擋那個 德軍的坦克大軍壓進 那它的方式怎麼樣呢 我看過他們的一個紀錄片 就是他們一開始訓練的時候 是拿那個什麼肉 把那個肉 就是把它給變成像是那個絞碎的肉 是 黏著一些東西 然後丟在那個坦克上面 讓它反覆的有沒有 去往那個坦克衝過去 他就餓 就跑去吃這樣子 其實他不見得是餓了 餓也也有 然後另外的話就餓跪有沒有 然後他就反正在往那邊衝 衝過去的時候 然後因為實際上綁的是那個 有隱性的後面那條線的那個 隱性線的那個炸彈有沒有 所以有沒有 他這個狗衝到那個地方 算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會引爆 但也有很多狗 是還沒有來不及到達 德國戰車的情況 自己就炸了是這樣嗎 他就直接炸死了 為什麼後來這個戰爭有沒有 這樣子持續 那時候犧牲很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反坦惡犬 後來為什麼停下來 雖然有效 但也發現到一個情況有沒有 狗 他有時候只要看到戰車 他就覺得 他的印象呢 受的訓練就是上面有肉 我就可以去吃他 是 問題是後來當得 俄國人他自己本身 戰車也量產的時候 軍權是分不出來 哪個是德國哪個是俄國的 結果搞到 像戰車那個形狀 他就往 腰尾巴就往那邊衝過去 搞到自己的坦克 軍權也跑來 沒錯 他就炸到自己的坦克之後 俄國人想 哇這真的不行 這樣的話有沒有 原來我們眼看來 我們可以壓制著 德軍坦克的這樣的公司的時候 如今有沒有 有可能我們自己弄出來 地雷犬 反坦克犬有沒有 會搞到我們自己 後來那個時候就開始 就把他給完全有沒有 就去除掉了 這個作戰計畫 是 從那時候開始的話有沒有 才不會有很多的 無辜的狗的生命 有沒有在那邊被犧牲掉 終於找到了 阿嬤在八卦山上面 失蹤了七天 終於找到他了 阿嬤被找到的時候 身體非常的虛弱 大家問他說 你七天你在幹嘛 阿嬤說 山山有人陪他啊 而且晚上都有燈光喔 是魔神啊 還是三神呢 黃姓老婦人 黃姓老婦人意識清楚 能夠用點頭或是微笑 回應外界 但是不太能講話 問他這幾天怎麼了 他沒辦法回答 救難人員和家屬 在這片樹林裡 發現了老太太 山路陡峭 增添救援上的困難 大家同心協力 把老太太固定好 再將她半推半拉 往救護車前進 黃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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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姓老太太是在13號 從嘉義太保市到彰化縣花壇 鄉探親 14號她外出運動失蹤 親旁好友從太保 包了兩輛遊覽車到花壇 快把山都翻過來找她 失蹤了7天 她在中午10分被救出送醫 生命跡象穩定 阿嬤真的有救到 阿嬤說她其實還很虛弱 那護士就問她說 那你這幾天吃什麼 還有有沒有人陪你 阿嬤竟然都點頭 對沒錯 事實上這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上個禮拜 在節目裡面 還特別討論過77歲的阿嬤 她是嘉義人 那嘉義相親 我也是嘉義人 我覺得嘉義相親 對不對 很熱情 這次不斷的包遊覽車 包了好幾部的遊覽車 來到彰化這個地方 不斷的尋找阿嬤 終於被她找到了 總共單單出動搜尋人數 超過包括當地的警銷 超過上千人士 算是好的結果 對沒錯 那七天呢 事實上這七天六月 這是一個奇蹟 因為本來這個阿嬤 最後被人家發現 這個失蹤的最後一個地點 也就是監視器有拍到 就是在彰化八卦山的 這個天士宮附近 然後人就不見了 對沒錯 所以一開始找的時候 本來就是這個鎖定 這個地方找 可是一直都找不到 一直都沒有任何的這個 等於說跡象等等 那大家想盡辦法找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必須要覺得 這個宗教的力量有時候 確實可以撫慰人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失蹤 沒多少天了以後 先是有兩個婦女 當地的婦女 很熱情的跑來跟他們說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問神明 神明說人還活著 還在八卦山區裡面 對那有兩個不認識的人 來跟他們等於說打氣鼓勵 對不對 那他們自己本身呢 精神為之一陣 那也沒有放棄 還是繼續找 然後呢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也曾經兩度 他們曾經到這個天士宮來問 問怎麼呢 因為你知道台灣人 民間的信仰習俗 就是要先問問看看 那到底還有沒有活著 那人到底在如果活著 人在哪裡 結果沒想到第一個問題 是先問說 那阿嬤到底還有沒有活著 結果呢 沒想到神明是給三個雄鯉 意思就是還活著 是 那麼好 那還活著的話呢 那是不是還在這個八卦山區啊 結果也是三個雄鯉 所以是肯定說 人還在八卦山區活著 但是失蹤了 所以呢趕快去找 所以找了足足的七天六夜呢 在其中他們一位等於說晚輩呢 那一天是剛好走到這個天士宮附近 他是走到一條小路 而這個小路到後來是沒有路 等於說他是為了要找阿嬤 所以在一個沒有路的小路裡面呢 往裡面走了以後 他發現路的最後的一個鏡頭 是一個峭壁 而且是一個45度斜角的一個峭壁 那通常找到這個地方 你會認為說 應該就不可能 因為前面已經都斷了嘛 沒路了嘛 就在這個時候 他聽到了一個很細微的 聲音的聲音 阿嬤的聲音 對 聽過那個就是有點那種聲音 喘氣這樣 然後他呢就往下一看 看到一顆頭 然後呢 後來仔細看就是阿嬤 那結果他本來以為 因為已經都不動了 他本來以為說 會不會已經過世等等 結果沒想到呢 就在他已經開始哭了 大哭的時候 哭聲影響到 阿嬤聽到有人在哭 所以兩個眼睛睜開看了一下 他就很高興 趕快大吼大叫了 叫大家說人在家人在家 所以大家才極力 就是剛剛那個畫面 就把阿嬤給找上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脫水很嚴重啊 其中有一個 還把自己的口水 塗在他的那個嘴唇 因為你知道嘴唇 經過那麼多天以後 他會脫水嘛 後來才把他平安帶回去 那當然在醫院裡面呢 就先給他 住留職的東西啊 因為他可能已經 很多天沒有進食了 可是醫生也發現 阿嬤可能平常有在運動 還是怎樣 他體質不錯 所以呢經過七天六月 這個奇蹟呢 他有脫水 可是基本上呢 他這個整個情況 還沒有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 因為他不太能講話 他嘴唇有動 他不太能講話 就是好像問的 讓他點頭搖頭 所以問他說 這幾天有沒有人陪著他 竟然點頭說 有的意思就對了 那有沒有吃水果啊 什麼東西 他也點頭說有 而且呢 我進一步問他說 那晚上有沒有這個 很暗啊 還是很亮 他也是回答很亮 就對了 問題是明尼山上沒有住人 對 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當然這些醫生啊 科學家都跟你講說 因為這個太累了 幻覺啦 脫水啦 他都用這種方式 不過他的說法 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把他的這個 阿嬤 當然也有人會懷疑 是不是魔神啊 三神保佑等等 你把這個相關的 跟去年六月底的時候 在花蓮 這個林田山 失蹤了另外一位 新竹的八十歲的阿嬤 去年也有一件 去年也有一件 對 那麼他失蹤了以後 他本來行動不變 結果上完廁所以後 走錯路 然後結果往產業大陸一走 等到發現的時候呢 是四天以後的事情了 你說這個阿嬤 他行動不變 他行動不變 但是在監視器裡面 卻走得很快 然後四天以後 在這個林田山 距離大概五公里多 還越過溪流 還越過溪流 然後呢 行動不變還可以越過溪流 還可以越過溪流 還在一個大石頭下面 找到他 那還好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林田山再再進去 就是中央山脈裡面了 那就很難找得到了 對 那找到他的時候 也是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講 他說當時是一位 他撐著一個紅色的雨傘 那穿著紅色的衣服的一個小女生 帶著他走到這個地方 又有紅衣小女孩 對 當時是這樣講的 大家聽了以後 就有點毛骨悚然 對不對 有點等於說幾雞皮疙瘩 然後 可是他說 他在這個石頭休息的時候 渴了以後他要喝吸水 晚上有一個老先生跟老太太 後來陪大家聊天 夠有老先生老太太 這有趣了 為什麼晚上出現有老先生老太太呢 原來事實上 他們曾經 家屬跟救難的人 曾經跟林田山的土地公 等於說也是寶貝也是猛行這樣子 也是拜託 問到什麼 土地公也是當時在寶貝說 告訴他們 阿嬤還活著 所以那個是土地公土地婆 他們懷疑說 是不是土地公土地婆 而且他們曾經拜託過 土地公土地婆說 那如果還活著 請趕快讓我們指點民進 讓我們能夠找到他 所以才指點民進 就往裡面走 你知道嗎 就往裡面走 大家本來想說不可能 這個福安公 這個土地公 叫我們往裡面走 可是我剛剛說過 往裡面走就中央山脈 進去裡面了 在走進去裡面 其實就有名的單大林道了 那已經很遠了 可以從另外一頭的南投出來了 所以阿嬤怎麼可能 80歲行動不便 可以走到那個地方呢 可是阿嬤確實說 她真的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真的被人家拐來了 後來又有人陪她了 所以這四天是靠這個衝過來的 所以這兩件不幸中的大幸 最後都是以喜劇收場對不對 但你看都有神明說 神明的寶貝都告訴你 他們還活著 然後神明的寶貝都告訴你 還要繼續走 不要放棄等等 所以晚上而且不約而同 都有人來陪他們 或者是說晚上有亮光等等 所以他們認為 還是有這個所謂三神的存在 可能是因為阿嬤秉性善良 所以這些三神還是土地公 還會這樣子保佑他們 度過這個漫漫長夜 這個影片真的很特別 阿嬤本來行動不便 但是可以走得很快 待會兒這個影片讓我們為之驚豔 NASA公布了一連串 他們在太空拍到的影片 這次聽說在拍太陽的時候 拍到了不明飛行物體 而且好像也不是太空船 不過他們說 是不是又太空人 外星人又出現了 對 因為事實上 到底有沒有外星生物的存在 或者比我們這個更高科技的 這個文明存在 大家都一直很好奇嘛 宇宙這麼浩瀚 怎麼可能只有人類的存在 所以以這一次來講 這一次是由NASA 它在這個所謂地球軌道 我們講地球軌道 不是在地球裡面 是在這個外太空 繞著地球 這個軌道在運行的 一個叫做太陽動力學天文台 它的攝影機所拍攝到的一個影像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拍到的 這個有點像衛星會不會 我們先講 就是說它的這個影像 其實因為它在太空中運行 這個天文台在太空中運行 所以影像是同步 它拍到什麼 就是Live傳回到地球 是 那由NASA這邊接收 結果一拍出來的時候 你先看到有一個光點 就我們畫面的右手邊那個部分 大家都覺得那個光點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它看起來也有一個造型 你知道嗎 就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討論 首先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不明飛行物 你看幽浮的這個愛好者 馬上就想說 你看它看起來一定是個人造的東西 所以很有可能是什麼 是由外太空這邊 比我們更高科技的 有可能是幽浮 為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這個太陽動力學的這個天文台 它主要是在觀測太陽 你知道嗎 太陽經常會爆發出很大很大的能量 所以尤其太陽的表面 又非常非常著熱 所以如果是人造的東西 以地球的科技來講 應該受不了吧 你不會飛到那個地方去 太熱了 可是他們居然就覺得說 在太陽那個地方 我在觀測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造的物體出現呢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幽浮的愛好者 或者是幽浮米 他們就講說一定是什麼 外星人的東西 可是幽浮會說 外曜者會說 沒關係 幽浮的科技很先進 對 好幾千度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講嘛 它出現的那個位置 確實比較詭異嘛 是 但是以NASA的專家呢 他們研判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大家想太多了 首先呢 它不是人造的 大概是 不是天然的 大概看得出來 因為它兩方呢 有這個 你看一個圓圓的 然後中間有兩邊突出去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就想說 我跟大家講 你們可能想多了 它有可能是人造衛星啊 好像有一下 因為旁邊的那兩個 看起來突出霧有沒有 那扁扁的 你又再看一個扁扁的 有點像 他們說把它放大之後呢 看起來有點像是太陽的面板 是 所以我們可能是這種 所謂廢棄的衛星 它不知道怎麼回事 脫離了它原來自己的軌道 然後跑到那邊去 還是從這個 我們剛剛講 天文塔在拍攝的 那個角度的過程當中 把那個影像就這樣 因為角度的關係嘛 結果搞不好不在那 結果這樣一拍過去的時候 就覺得說很厲害這樣子 感覺上是 那反正真相未明的時候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不可能接近 那個地方去拍 還搞不好是個雜訊 也不一定啊 講到真相喔 這次NASA還收到不同的 太空訊號對不對 是 這個太空訊號其實 有一點時間長 這是在1998年的時候 NASA他們接收到了一個 從外太空來的這個訊號 你知道訊號 基本上它傳遞的時候 是可以一直直線的這個傳遞 它沒有遇到東西 沒有被接收 它就一直傳遞出去嘛 這個是在1998年所接收到的 一個訊號 經過了這個十多年的這個分析 我們講分析就是說 訊號是什麼 其實不知道 有可能是雜訊或是什麼 所以這個數學家 科學家他們必須要經過 很精密的去運算 結果現在傳出來講說 我們已經解破了 這一次的這個訊號 1998的時候訊號 首先 1998年所接收到的訊號 經過推算 有可能是來自8萬年前的訊號 8萬年前 很遙遠了對不對 是啊 而且你在經過那個時間 那個這樣走 他們認為說這個訊號 是經過了8萬年左右 才跑到了這個所謂的 被地球給接收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從什麼地方發出來 他們認為8萬年前 所以距離應該很遠對不對 是 有可能是一個不知名的星球 或者是一個外星的太空船 太好了 有訊息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剛剛講說有一些數學家 跟科學家去解密嘛 解密之後他們認為說 這是一個求救的訊號 希望如果有人收到這個訊號 能夠趕到那個地方去 給他們一些的幫助 就是科學家他們解密是這樣 就是告訴大家講說 那問題是8萬年的這個太空船 就很遠很遠很遠嗎 是 我們現在收到嘛 要過去 那我們還在8萬年才知道 還要在8萬年 重點就是這個你知道嗎 所以到底是不是這個訊號 因為現在NASA講說是嘛 那我們自己也有派這個太空船 一直往這個銀河的 一直飛過去 也是希望能夠讓外星人 能夠找到我們對不對 所以裡面不是有那個什麼 什麼人的那個像 或什麼什麼 也是希望能夠人家接收到訊號 知道說 地球這邊是有文明科技的存在嘛 那可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在地球上覺得很正常的時候 到外太空去 我跟你講有很多事情 也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怎麼說啊 比如說種植這個植物或者是花卉 在地球上面你覺得要怎麼種 我們講四季如春嘛 現在技術這麼發達 你要接知要幹嘛都可以做對不對 可是呢你在NASA裡面 他們要研究說 怎麼樣在太空上面去種花 過去我們曾經講過 這個NASA曾經很成功的 在這個太空站上面 去種植了這個蔬菜 有用燈光照 對對對 就是當陽光這樣 它就長了 可以吃了 因為蔬菜的成長條件 其實還比較簡單 你知道 因為比如像水耕蔬菜 你就水耗一直滑滑滑滑 它就慢慢就長這樣 對 可是花卉條件比較不一樣 你知道 現在連種花都來了 現在連種花了 這個NASA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他們把這個百日菊的種子 灑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太空站裡面 開花了嗎 然後拿LED的燈呢 每天就這樣照照照照 一天照它十個小時 陽光空氣水很重要吧 那太空中總是要用這個日照燈去 有點像我剛剛講說 水耕植物的那個概念 對 所以它給它一個條件之後 他們希望什麼 希望明年能夠開花 還沒開花是不是 還沒有啦 還沒有 因為我剛剛講說花卉要成長的條件 其實比蔬菜難嘛 種菜算成功了 那NASA現在它想做的 就是第一個蔬菜OK啦 對不對 那花如果還能夠成功 他們現在在同步做什麼 種番茄 他們希望種番茄 你知道嗎 有開花有結果啦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是 你如果這些東西 可以成功起來的話 那以後太空人的這個 飲食什麼東西 早期我們對太空食物的印象 不是種在牙膏管內 難吃的藥 那一罐頭食品 那如果它可以成功種這些食物的話 那以後它就可以吃到新鮮的蔬果啊 那太空人的身體也好 那對於人類 如果未來要移居太空的時候 是不是有更成熟的條件 這樣的一個實驗 當然就很重要 再來我們看到是不是更強 更進步的一個技術 在中國大陸來講說 一棟大樓 短短才10幾秒 就可以給它爆破 待會兒這個畫面 一定非常的好看喔 沒錯我跟你講 強國就是強國 你看人家過了多麼的滋潤 滋潤到那 連那個蓋好的房子 人家不住 等一下 10秒就把它給摧毀掉 這是蓋好的房子 是 是新的房子啊 這已經一段時間了 擺在那裡 因為沒得用 沒得用 爛尾樓的意思啊 也不能講人家爛尾樓 你這樣講的話也會被 就是沒有人要住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是一個藥廠 它蓋的一個樓啊 比如說金花辦公大樓 聽起來名字看起來就聳 對不對 然後呢 結果這個大樓有沒有 本來是在弄藥廠的 藥廠行政的一些那個 一些辦公的單位要放在裡面 結果它始終不用 始終不用的話 然後他們又要蓋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 像一個金融中心 或者這個商業區 要改成另外一種形態 對 這塊土地很大嘛對不對 可以作為那個辦公的 也可以作為居住用的 結果呢 後來因為不用 所以打算有沒有 就乾脆就把這個 118米公共16層的一個 金花大樓15秒之後 就讓它有沒有 整個讓它倒下 哇 強國就是強國有錢的很 所以我跟你講 人家有錢到滋潤到 人家可以揉不住有沒有 我就把它給崩掉了 崩掉完之後 再重蓋一棟給你看 你有沒有發覺有沒有 人家強不強 15秒炸掉之後 70天才能夠清楚耶 沒有錯 因為它畢竟有沒有 它不是在那個空曠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是在市中心 我先強調一下 這是市中心 市中心的話有沒有 你要把這麼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這些灰塵 還包括一些這種 旁邊就倒下來 這樣的建材有沒有 足以要搬走的話 的確要70天有沒有 你才能把它清 清完之後 你還要把它重新有沒有 在這種地基上面 再挖個洞再出來之後 再重蓋房子耶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叫厲害 這個叫厲害嗎 我跟你講15秒 毀滅也一個東西有沒有 不叫厲害 我跟你講43小時 能夠擺一棟橋有沒有 從把它給切割斷之後 然後換一個新的橋面 接上去有沒有 這才叫厲害 43小時 沒錯 懷疑 我看這在北京 43小時不到兩天的時間耶 是 就在北京 橋拆掉這個一個新的橋 在北京 對 而且這個整個橋面 它總重是2900噸 這麼重的一個地 這個一個橋 結果呢他們的方式怎麼樣 就先把這兩邊 先切割完之後 然後再走一個 然後再運一個很大台的 一個叫做運涼車有沒有 這個運涼車呢 因為它本身來講 只能承重大概差不多2000噸 但是因為你這個整個橋面 就2900噸對不對 所以它決定怎麼樣 把那個1300噸有沒有 先切割下來 切割下來之後有沒有 放在這個運涼車上面 是 然後一切割下來之後 擺上去之後 沒多久 它那個整個有沒有 就把它給運走 運走的時候 在過程中的時候 它順便再把新橋面接上去 等於說新的橋 早就準備好在那邊等了 對 我跟你講 這是最新的一個工法 穩定嗎 穩定嗎 穩定的話有沒有 我們看下去再說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東西在哪裡 這個所謂的北京 北京的三元橋 其實那個是個 很有名的一個橋 是啊 你看這個畫面當中 車很多耶 車很多對不對 我跟你講 慢慢慢慢慢慢的 慢慢來做 做完之後 它把前面的前置的東西 全部做好 做好之後呢 在開始的時候有沒有 在拆完之後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是鋪 整個鋪設上面的狀態 不過說句話 43小時真的很厲害 你看台北 新北那個中正橋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你剛才在懷疑說 你剛才懷疑說 這個橋到底 到底那個牢不牢固有沒有 縮實縮影 我可以告訴你 絕對百分之百牢固 你知道為什麼在哪 為什麼嗎 因為它這個做橋 就在北京 在北京的話有沒有 你做這樣的重大工程 如果錯了事情 我跟你講 那會死很多人耶 你在天子腳下有沒有 還玩貓孽的遊戲有沒有 偷根解釀我跟你講 你可能活不長了 怎麼這時候你對 中國北京的工法 這麼有信心啊 我當然很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的話有沒有 動不動的話 你好不好兩下就被人家 就槍斃掉了 所以一定要做到好 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好嗎 這樣我反過來要問一下 那個台灣那個地方有沒有 我家在中和那邊 一個捷運 你搞了兩年 你要跟我講還在搞兩年 有沒有搞錯啊 全世界有沒有 三一線搞了十年都還沒有了 你算什麼 你看看人家四十三個小時 畫一個橋面 這麼大的橋面 你搞一個捷運 搞那麼好幾年像話嗎 我們的名嘴都解放了好不好 但是待會兒這段會剪掉 好換個話題 我們請邱老師出來 邱老師要告訴我們 這一個應該算是 中國出土第二位帝王的陵墓 這位邱老師特別提到過說 其實中國大陸是禁止挖帝王的陵墓的 不過這次有可能挖出來 因為有這麼多出土的文物當中證明 他實在是太大咖了對不對 對沒有錯 其實這一次挖到這一個 是叫做劉鶴的墳墓 劉鶴是誰呢 我們知道他被封為海昏猴 你剛剛講是皇帝王 我們兩個禮拜前有 有特別講到他海昏猴 對 那這個海昏猴的話 其實他是西漢廢帝 廢的皇帝 他也算是個帝啊 他也是個皇帝 他被廢掉了 其實因為幹過27天 人家做一天算一天對不對 所以27天的話 他也算是個皇帝 而這一次就在江西南昌這個地方 他就把這個海昏猴墓給挖了出來了 但是重點是 這個挖掘過程非常非常長 你這些不是說要驗關嗎 已經開關了 那開關到底是不是海昏猴啊 到目前為止還沒公佈 明明應該知道為什麼不公佈 但是呢 即便沒有公佈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這一個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我剛剛講劉鶴的本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 雖然說的棺墓裡面的情況 這個還沒有對外公佈說 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主觀是旁邊的東西 全部都引出來了 很有亮點的意思 那這個有亮點的所在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光是找到這玩意兒的話 全部都看傻眼了 為什麼呢 這一坨一坨黃黃的東西 告訴各位 它叫做黃金 叫黃金 它是這個黃金座的金餅 金餅 告訴各位 你們結婚是在那個金項鏈 弱爆了知道吧 人家是一顆一坨一坨的 它的黃金的話 出來是100多個 每一個重量的話 最重了260公克 像我們那是這個大拼 可是不是這個黃金座 像小燒餅這個樣子 小燒餅那樣子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燒餅的話 總共有100多個 最重的260公克 好有錢啊 40公克 而且這玩意兒 考古隊講說 當年 這次準備把它從墓裡面 給拿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就知道嗎 拿不動 太重了 太多了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想去拿它 可是拿不動 最後是拿下面那個鋼板 把它吐過去 然後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金餅 再放在上面 用四個鋼索把它給掉上來 金光閃閃 那全部的那個現場 你看金光閃閃 真好看 每一個人看到那個目睛 知道吧 都已經充滿了淚光 眼睛都快掉出來了 那這些所謂的這個金餅的出土的話 告訴各位 其實這次挖掘出土 出現金餅的地點 就在劉鶴木主觀室的 旁邊的一個平台上面 而讓我們知道 它出土這個金餅之外的話 它除了大的金餅 它還有馬蹄筋 什麼是馬蹄筋 馬蹄筋是另外一種金餅的樣子 那另外除了馬蹄筋之外 還有零紫金 零紫金 零紫金 那零紫金跟馬蹄筋 還有金餅 這三樣東西 是在中國西漢時期 它的所謂的這個王侯等級 才配擁有的 所以都是金子做的 只是不同造型而已 形狀不一樣 用途也不太一樣 馬蹄筋有點像馬蹄 做的這樣 這個馬蹄筋的樣子的話 長得像這個馬蹄那種形狀 像肩膀的樣子 就像是一個馬的那個腳 那個馬蹄 一個往上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所以說零紫金的話 零這個動物 據說那個腳比較小一點點 它長相的話 就稍微小一點的 告訴各位 在左邊這一個就是馬蹄筋 這一個 就是像那個馬蹄的那個部分 那個腳那一塊 對那一塊而已 那右邊那個更小一點那個 那是零紫金 而金餅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CG裡面看到那個金餅 那個是劉鶴木的 那因為還沒有清理 所以看起來黑黑髒髒的 告訴各位 像這個 是已經清理完畢了 怎麼樣 這個現在看起來的話 好想要一塊 盒子要一塊 我通通都要 一塊分離就好了 那這個問題的話 黃金純金 但是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給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所謂的馬蹄筋 或者是零紫金 或是金餅這個東西 其實在中國漢代的時候 你不能把它當錢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把黃金 當作貴金屬嘛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說 一兩黃金多少錢 一錢黃金多少錢 一盎司多少錢 我們清楚知道 但是在漢代的時候的話 其實這個所謂的 馬蹄筋 或者是零紫金 或者是這個金餅 其實並不是貨幣單位 那在漢代的時候的話 像這種東西的話 他們規定 他們這樣規定的 說這個 以這個白鹿的皮 作為上幣 白鹿 就是那個白色的鹿 鹿皮 鹿皮把它扒下以後的話 然後這個作為上幣 上幣 鹿皮當錢幣 當錢幣用 然後作為上幣 上幣比黃金幣更高級 黃金的話 黃金的話 中幣 中幣 是中的這個等級的 但是因為銅錢的話 叫做下幣 所以這個上幣 中幣 下幣 所以鹿皮比黃金更值錢 鹿皮當時定義 比黃金更值錢 但是問題是 不是說鹿都行 它必須是白鹿才行 那白鹿皮的話 是上幣 這個叫做中幣 另外還有下幣 但是不管是上幣 或是中幣的話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貨幣單位 它是作為國家典禮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 黃金老子開眼瞬眼的話 送個兩枚這樣子 做為一種 不能換成錢的意思 它並不是一個貨幣的 當禮物來送 當作禮物來送的 當然它是很貴重的禮物 或者這個什麼公主 出嫁 或是曹聘什麼東西 都是以這個東西 作為單位的 所以其實 在西漢的王侯墓裡面 經常出來大量的 這些所謂的金餅 馬蹄金 或者這個零子金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這個代表它自己的 王侯的這樣身份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知道這次的這個劉厚墓裡面 除了這個叫做這個 什麼金餅 馬蹄金 零子金之外 還有別的嗎 還有別的 當然有別的東西 像這個右邊那個燈 看到沒有 這個你在保證沒有這樣獲色 這個是燈啊 這是燈 這是燈座 燈杆 這是一個圓盤 下面那個圓圓一個圓盤那個東西 它是那個中原來裝油燈的 燈具所在 他就把它掉在上面這個地方這樣嗎 這樣吊著 它不是吊 它是這樣子倒起來以後的話 塵在上面 一根一根脫下來以後 上面一個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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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滿有藝術美感的 這個不只有藝術美感 重點是這一種叫做蓮枝燈 我們知道在中國漢代的時候 這種蓮枝燈出土的範例 其實並不是很多 而且它大部分出土的地點 都是属于王侯木等级才有的 那像这个的话 你看看没有 上面是四盏灯嘛 对不对 这个四个盘 是上面 哪一个的话还在 旁边两个三个小的已经掉了 那我们知道 目前出土最大的一盏连织灯 上面有13盏灯 那像这个的 虽然稍微小一点点 可是我刚刚讲过了 所有连织灯的话 其实都是 王侯等级才有 才配拥有的 更重要的是 这种灯 在设计的时候的话 就设计说 一个这样出来以后 这个灯去点起来以后 啪 整个知道吧 环境美气氛家 把面一定成功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这一个 叫做连织灯的使用 你看这个时代的人 就这么有美感 不只有美感 重点是 连织灯本身 它这个灯具本身 这个上面的装饰的话 它是叫做流金错银 哇 意思就是 它上面还有雕刻的意思 对 上面用黄金是做镀金 然后上面的那个花纹的话 是用银片 做公开很细的意思 这个玩意的话 可不是一般所拥有的东西 而且除了它之外的话 它怎么知道 这一次还出来一个博山炉 那当然博山炉这个东西的话 家家户以前是家户都有了 可是要做到这么精致的东西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 这干嘛 这是火炉吗 没有 这个是香炉 这是香炉 点香的炉 这个点香用的 供佛用的是不是 在家里居家旅游出外凉拌 这样子的 点蚊香用的 你看你家里面 那个妹妹在旁边的时候 点个香啊 对不对 大家想象的性情好嘛 对不对 那旁边蚊子要叮你的时候的话 就点个香啊 蚊子不敢来这样子的 又可以熏香又可以点蚊香 这么多用途啊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一般的香炉 这样讲讲 就是一般这个 这个有香味散发出来的 而这一次呢 出来一个博山炉 这个博山炉也是一样 它呢 这个表面一样是 这个叫流金错盈 那这个流金错盈的话 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个炉里面 还发现了香料的残渣 什么意思知道吗 这个如果说我们进一步检验 检验那个残渣里面 到了什么样成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复制 西汉的香料就可以出来了 有答案吗 有没有答案了 它的味道其实 说实话没什么新奇的啦 不过你要想的 比较高尚一点 这一个味道的话 告诉各位 台湾还挺多的 叫做香茅 那香茅 就是我们做路线上 早上的玩意儿啊 那你说挡蚊子的吗 其实也未必啦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在汉代的时候的话 用香茅来做香料的话 或许已经算是 很高贵的东西了 1996年11月23号 伊索比亚的飞机 被解击 最后坠毁 历史上的今天 1996年11月23日 发生伊索比亚航空 961号搬机空难 伊索比亚航空961号搬机 是由伊索比亚航空 阿迪斯阿贝巴 经奈罗比 飞往阿比让的定期航班 1996年11月23日 搬机航行到肯亚境内时 三名伊索比亚人 闯入驾驶舱 先把副机长打伤 劫持飞机 要求把飞机开到澳洲 机长则向劫机者解释 因为不够燃料 飞机会在中途坠毁 航管人员也尝试告诉劫机者 飞机会在海上坠毁 但劫机者拒绝谈判 机长并没有向澳洲航行 只沿非洲的海岸线航行 不过劫机者发掘后 破令机师向东走 最后当飞机靠近葛摩岛时 飞机几乎燃料耗尽 机长决定在附近地区盘旋 希望能在岛上的主要机场降落 但和劫机者的打斗 让机师在最后关头分心 失去方向感 机长最后在靠近海滩 五百米的海上进行破降 左边的引擎入水后撞到礁石 使机翼断裂 随后机身也断成三节解体 机师破降前 曾广播指示乘客 穿上救生衣不要冲气 但不少乘客还是冲气 当飞机坠海时 机舱随机入水 救生衣冲气的乘客 因被浮力卡在天花板上 使他们无法游到水下舱门逃生 而被困在舱内溺死 175名乘客机组员 有125人死亡 包括三名截击者 而破降坠毁过程 被度假人士完整记录下来 让这宗截击事件 成为最著名的空难之一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